拿着画笔 罗坛社区居民与艺术家 在工厂外围灰白的墙面进行创作 居民表示 希望借由彩绘美化墙面 也希望能够为社区增添一处美丽景点 这几天都那么冷 不会觉得 还好啦 习惯了 习惯了 没关系 不会觉得辛苦 还好 不会啊 画完还蛮有成就感的 就希望借由这种彩绘 来美化我们的家园 那也从这里来得到 就是说农村文化 它的传承 罗坛社区内小型工厂林立 虽然产业蓬勃发展 但景观有点过于单调 为了打造社区意向 社区就跟艺术家学会合作 发动这一场彩绘围墙活动 而且这次创作的主题 是以台湾早期农村景象为主 栩栩如胜的画作 也让不少路过的老一辈居民 回想到当时的农村生活 这样比较漂亮 这样有一个也是啦 从播种 播种了希望 然后到收成 到过春节 整个一系列 从头到尾 整个活动 都能把它呈现出来 而且现在 要看到这个景象 老一辈看到很有感情 年轻人没有看过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文化 传承下来 从插秧到稻碎收割 社区预计彩绘20多幅 而春耕到东藏的过程 将透过围墙画作 完整呈现 之后社区更会安排 导人解说 期待让台湾早期 淳朴的农村精神 继续流传 记者赖秋风台中采访报道 有请不吝点赞